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3月31号2023年 这两天大家有可能在中文媒体里面发现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就是说非洲出现了一个新的致命病毒 为了防止这个消息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我想预先给大家做一下这方面的科普 使大家比较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以及对我们的影响 这个消息是非洲当地一个媒体发布的 这个媒体是在一个地方叫做布隆迪的地区 布隆迪是在卢旺达和坦桑尼亚之间的一个小地方来的 这个地方在上一周发现了三个病例 这三个病例都在24小时之内死亡 所以在当地引起了一定的恐慌 具体的事情是这样子的 在上一周他们发现三个人有了差不多的症状 这些症状包括腹痛 大量的鼻出血 剧烈的头疼 高烧 呕吐和头晕 由于鼻出血 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症状 所以当地又把它称作为鼻血症 或者叫出血症 这些患者都在24小时之内死亡 在这之前也就在三月头 邻国就是坦桑尼亚 就在这里 曾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 当地有一种病毒流行 叫做马尔堡病毒 而马尔堡病毒的症状 和这个症状非常相近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当地认为这个可能是马尔堡病毒 或者和它非常接近的爱波拉病毒引起的疾病 但是至今为止布隆迪卫生部门做了核酸测试 排除了马尔堡病毒和爱波拉病毒 所以至今为止我们只能说造成这个疾病的原因不明 这也就是为什么造成了当地的一定的恐慌 那么我大致介绍一下爱波拉病毒和马尔堡病毒 爱波拉病毒和马尔堡病毒都是在非洲发现的一个病毒 在非洲以外的地区也有案例 但是都基本上很少 一般都是去非洲旅行 或者说和非洲的动物接触而染病的 但是这两个病毒死亡率都非常高 平均的死亡率都高达50% 至今为止没有疫苗 也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 这两种都相信是动物传人的 是北非的或者说当地的一些果夫传染给人的 这些病毒造成的症状和这次症状非常相近 一般的情况下被感染了之后 两到三天会出现高烧 剧烈的头痛和肌肉酸疼 然后到五到七天出现严重的出血 包括出鼻血、大便出血、诸鲁此类 造成出血性休克 以至于危急生命 那么从马尔堡病毒和爱波拉病毒的情况来看的话 这个疾病我认为要传染开去 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性的 因为至今为止所发现的三个病例 都是在当地的一个山区发现的 他们居住在同一个地区 所以很难确定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还是直接动物与人之间的传播 如果只是动物和人之间的传播 只要避开这些野生动物 相对来说被感染的机会就会大大的降低 第二 他这个疾病发病到死亡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说这个病毒传染给第二者 或者第三者的可能性也大大的降低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当地已经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控制了 把当地给封锁了 那么我们先下去只要看的就是这个病毒 会不会在当地出现新的一个案例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这个可能只是一个偶发案例 因为我们知道当地是在赤道附近 当地的气候环境确实非常容易支撑各种各样的病毒 所以说在当地发现新的病毒的种 并不让我感到吃惊 只是希望这个病毒不要传播开来 那么我会持续跟进这个消息 如果有什么新的情况 就会和大家分享 最后祝大家都健康 谢谢大家